汤姆正在屠宰捕获的河梨 有了这两只肥瘦的大胖子 南希不用担心没肉可吃了 昨天汤姆和威尔外出列路 结果天黑了 人都没有回来 把在家等待的南希急坏了 豪牛谷里遍布灰熊和黑狼 天黑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直到深夜 汤姆终于回来了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为了给辛苦的丈夫切封 南希特意做了一桌好菜 天还不亮汤姆就起床了 为新一天的狩猎做准备 突然一位客人来访 他叫蒂姆 认识了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这次来是有事需要汤姆帮忙 他家前面的池塘来了一群河梨 肆意建造的水坝导致水位上升 威胁到了他的财产和家人安全 而且河梨携带的假地虫细菌 会严重污染他们的饮用水源 这一举多得的好事 汤姆自然不会拒绝 情货河梨不仅帮助了朋友 家里没肉的困难也能解决 更重要的是毛皮还能换钱 送走蒂姆后 汤姆找出了自己的老伙计 现在他们又有了用武之地 汤姆叫上艾利开车出发了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事发地 此时的河面已开始结冰 一人一狗蹒跚在雪地中 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 要是大意掉进了河里 可就直接聚中了 汤姆沿着河岸寻找 被河里堵住的排水口 将里面的杂物清理干净 从背包里拿出了捕兽夹 设置这种陷阱是很危险的 捕兽夹的咬合力能达到100斤 一个错误动作就可能夹断手指 为了安全 汤姆戴上了厚厚的手套 将捕兽夹撑开后 汤姆把它放在了出水口的位置 接着打上一根木桩用来固定 他对自己的陷阱非常有信心 现在只需要回家睡一觉 明天过来收获河里就好 第二天一早 汤姆就来查看陷阱 雪地中他发现了河里的痕迹 脸上也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结果就是 打脸来得太快 武兽夹根本没有被触发 他继续向前查看第二个陷阱 汤姆将河里从水中拖出来 将它扔在了雪地上 而另一个陷阱也抓到一只 看着到手的两个大胖子 汤姆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拉着雪橇来到蒂姆的家 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看到祸害被铲除 蒂姆很感激 邀请汤姆明天一起去打鸭子 回家的路上 汤姆遇到了威尔 他是跟随熊的脚印来到这里 而脚印一直延伸到房子附近 看来那只该死的熊友回来了 灰熊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 能在很远的地方闻到血腥 导致汤姆宰河里都提心跳胆 不停地抬头观察四周的环境 还好有艾莉在旁边放烧 总算是有惊无险 收拾完河里汤姆告别了妻子 前往库特尼河 此时蒂姆已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他们划船出发顺流而下 沿途搜索着鸭子的身影 同行的猎犬艾莉 这次责任重大 需要她将掉入水中的鸭子捡回 因为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中 人体一旦进入水中就会失温 艾莉并不知道自己的任务 首次输航的她还有点晕船 突然从林中飞起几只鸭子 汤姆动作迅速 不愧是老牌的神枪手 鸭子们纷纷掉落 这惊艳绝伦的枪法 让另外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汤姆让艾犬去捡回猎物 艾莉没有犹豫 直接跳入水中 此时的汤姆内心慌得一劈 因为这是艾犬的第一次试水 情况也如她预料的一样糟糕 艾莉进入草丛后就消失了 船上的三人呼喊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艾莉的影子 蒂姆只能下船寻找 结果在草丛中发现了守着鸭子的艾莉 看来她的巡回技能还没有填满 而此时众人必须马上回到岸边 因为头顶的暴风雪正在形成 等他们回到家时 鹅毛大雪也飘落了下来 尽管背包里有一只鸭子 冰柜里还有五十斤盒梨 但汤姆认为 这些肉类不足以支撑她度过这个冬天 她还要继续去寻找更多的蛋白质 看着汤姆落寞的身影 你们还向往这样的生活吗 而在阿拉斯加北部山脉 离开妻女的马蒂正在准备早餐 受热的牛奶慢慢摊成了煎饼 再搭配上煎糊了的小香肠 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 今天她要修理一下雪地摩托 在零下五十度的阿拉斯加山脉 没有交通工具 她将寸步难行 她拆下主轴卸下悬挂之下 取下旧的轨道更换一条全新履带 等她将汽车修好翻过来的时候 汽油早已留了一地 还好发现得比较及时 要是留到壁炉那里 她的一切都将化为灰烬 马蒂把雪地摩托拖到屋外 开启了启动测试 摩托运转一切正常 属于马蒂的狩猎之旅正式开启 先去检查一下之前的陷阱 第一个陷阱虽被触发 但并没有抓到任何猎物 不过周围有奢利留下的脚印 她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马蒂重新修复了这个陷阱 开车继续向前查看第二个 在这里她发现了狼的脚印 狼是群居动物 可以攻击大他们五倍的猎物 要是被这群阴险奸诈的家伙盯上 马蒂想想都感觉后背发凉 而且今天她并没有带枪出门 更糟糕的是 她的雪地摩托竟然无法启动了 此时不远处传来了狼叫声 这可给马蒂吓坏了 再次尝试启动无果后 她立即打开机箱盖 拿出一个备用火化塞 快速地进行了更换 还好雪地摩托总算是启动了 她一溜烟地离开了这里 继续向前查看其他陷阱 可惜最后都是一无所获 伴随着太阳的打卡下班 马蒂也启程返回安全屋 结果在离家10英里的地方 意外再次发生 雪地摩托又一次熄火 此时的气温已到了零下50度 马蒂用动得发红的双手 尝试再次修复雪地摩托 这次幸运之神没有再宠信她 无计可施的马蒂穿上了雪地鞋 她要徒步走回安全屋 不断传来了狼嚎声 让她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但在雪地中行走何其艰难 没有多远她就累得不行了 此时天空中飘起了大雪 气温也骤降到了零下60度 随着体力在不断流失 马蒂的脚步越来越重 可在这遍布野兽的丛林中 她一刻也不敢让自己停下来 猎人瞄准目标静待时机 就在此路抬头的一瞬间 尤斯塔果断扣动了扳机 没想到竟然失手了 尤斯塔一脸的不可置信 刚才瞄准的明明是心脏 最后却偏离到了身体上 她明白这又是贾斯汀没有完成她安排的任务 贾斯汀三个月前来到这里 想学习一些荒野生存技能 可对于尤斯塔安排的杂活 她是拒绝的 根本不上心 今天尤斯塔让她去矫正步枪的准心 贾斯汀又开始了抱怨 嘴里还骂骂咧咧 她将画好的靶子立在树桩上 然后坐在地上开始了射击 第一枪偏了10厘米 第二枪又多出了2厘米 这下她爆发了 埋怨尤斯塔给的枪有问题 带着怒意打出的第三枪 更是直接飞出了天际 剩下最后一发子弹 贾斯汀终于是认真了一些 可在检查靶子的时候 发现上面只有两个弹孔 还都离靶心10万8千里 现在她已经没有了子弹 就这样回去把枪交了 结果就造成了尤斯塔的失守 直到太阳快要落山 尤斯塔也没有找到那条路 受伤的路肯定熬不过青夜 只是白白便宜其他的猎食者 不死心的尤斯塔喊来邻居帮忙 使用古老的切罗基人方法来追踪 搜索了许久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片带血的叶子 他们判断路应该是向山下跑去了 两人加快了追踪的速度 如果抓不到这头路 就意味着他们在森林里 白白浪费了一天 还好 尤斯塔又发现一片带血的叶子 说明他们的搜索方向是正确的 继续向前搜索了一段距离 却再也没有发现路的痕迹 眼看太阳公公都打卡下班了 两人只能无奈地放弃追踪 而在4300英里外的阿拉斯加 在雪地中行走了四个小时的马蒂 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安全屋 回到家的他已经累虚脱了 现在只想好好地睡一觉 第二天一早 马蒂武装好自己 带上备用引擎出门了 他还要重新走回摩托那里 这绝对是一段痛苦的旅程 走到一半后 他才意识到 昨晚自己是多么的危险 还好白天行走比晚上容易 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但也差点把手动的失去知觉 他收集了一些松树枝 升了把火 暖了暖身子 才开始动手修理摩托车 更换了新的发动机后 机车很容易就点起了火 马蒂兴奋地向家的方向冲去 结果又被拒了 气得他直接口吐芬芳 检查后发现是转向干断了 他转身看到了一棵小树 然后将两个滑雪板连接起来 虽然这样会影响转向导致事故 但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 接下来的行程 他开得很慢 总算是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家 而住在牦牛谷的南西 看着外面的暴风雪 非常担心汤姆的安全 他打电话给蒂姆 得知几个小时汤姆就已离开 南西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汤姆能不能安全回家呢 锁定求索频道 我们下期接着说